大家看一看刚批的毛竹的材料 这个新鲜的竹子呈淡黄色批出来 有一种淡淡的竹子的清香味 我们用这个毛竹来编制一些农用的器具 比如说竹框竹篮竹斗栗之类的 下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匠人的制作工艺 这个摇灭机就是我们最最传统的一种非常小巧的一个机器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工艺就是竹面的分层工艺 这个就像几面条一样 也就是说把一根竹面放进去 然后它分成两根 这个叫分层 这个是刚充好的这个竹面 刚充好之后呢是要把它给晒干的 晒干了之后呢我们进行下一个步骤就是编织 然后这个竹面加工好之后呢 经过匠人的双手就编成了这样的一个平面的竹扁的底部 包括这些呢都是这个竹扁的一些配料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长长呢就是这个长长的就是竹扁的一个圈口 然后还有包括这种短短的都是一些竹扁的一些配料 现在呢做这种竹扁的手艺人呢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每个手艺人都值得我们去尊敬 每个手艺人呢都有一种天生的倔见和执着 然后做一门手艺呢坚持一生 守护着这一种传统而又古老的一个手艺 这个竹扁呢就是最终的一个成品 这个竹扁在江南地区呢 这个竹扁在江南地区呢 以前是养残用的 现在呢都是经过一些批发商 然后批发出去然后再销到全国各地 然后用途呢也不一